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痴疮是最常见的肛肠疾病 20到40岁的人群较为常见 当痴疮找上你 那可就悲痛万分了 什么事啊 其实不是我什么事啊 有个事不太好啊 难言之隐 是果子你能看下关系个姿势就过头出来了 咋了 屁股怎么了 指头疤疾病 屁股痛 我又猜不出来了 精彩 猜不出来了 腰不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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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肠道的黏膜 肠道黏膜上的血液 那血液循环不通畅 久而久之导致了痔疮 所以说很多人会导致这个情况 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是引发痔疮的主要原因 那么如果不信中招 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和改善呢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从日常的工作当中 要改变我们的一个习惯 如果做了时间 做长的时候 比如说做一个小时 对吧 那你就应该走动一走动 动静结合 这样的话呢 就不容易压迫到我们的 那个直肠粘膜 就是别老做 别老做 第二个呢 就是拉大便的时候 上次锁的时候 不要看手机 也不要看报纸 不要总在那儿蹲着 这样的话也容易导致症 这两个特别常见的 除此之外呢 那我们就要从那个 我们的这个用的中药 来调理我们这个身体情况 改善我们的肠道 这个还有中药 所以最关键的 按照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 最关键的要什么 肠道要通畅 大便要通畅 排便要顺畅 这样的话呢 就不容易得知床 中医推荐 润肠通便代茶饮 所需原材料有 火麻仁15克 桑叶15克 倒入锅中 加三碗水 上火煎煮20分钟之后 可到处饮用 专家说 火麻仁是通便的良药 而桑叶可清肺润造 平肝明目 改善肝的梳泻作用 二者合用 一天喝两次 可以很好地改善通便的情况 从而避免痔疮的产生 进场边的一种广告瓦头 叫十男九智 还是有个字画中 不管弄吗 如果油脂装的话 中央瓦头再放在 一定要击击乳 说不定有些时间用得上 当然如果用不着 也就减饿了 好 继续我们今天的广告 广告后等 监督进来里 咱修飞了 举手之间 提防烟 摔风气情少 救手给你健康 广告之后 欢迎给大家 这款摔风点 你关明报这个题 报答案 我下次 我是萌萌 萌萌 有种广告瓦头 瓦头个女人 发育的时间 就变成公主意义 哪个丢人呢 上完的意义 从来这个时间 就好比是汪姆娘娘 每个人都富少 你有没有什么广告 阿老师 你这个说得也太夸张了吧 你要知道 生完孩子之后 接下来就是蓬头勾面 漫长的带娃阶段了 谁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不过我还是认为 坐月子非常重要 对对对 那种流浪 除了注意休息 最重要的 休息家 对吧 是的 像我在月子期间呢 吃的还是比较营养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请金牌月嫂 给大家来做一道 非常有营养的月子餐 月子期间 女性体质虚弱 肠阴血虚 风寒 血淤 肾虚 而身体有所不适 是正常现象 要注意调养 月子里风寒失血 很容易侵入肌肤 若不及时排出寒毒 会导致胃寒 怕冷疼痛等现象 对此 给女性们月子期间 提起点建议 在月子期间呢 这个月子很重要 可是这个月子餐 很多人不知道 到底有没有用 诶 陈姐 你说这个月子餐 到底有什么用呢 月子餐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产后 气血两虚 免疫力和抵抗力 相对都已经降到很低了 所以呢 通过月子餐的食补 咱们也可以把 缺少的这块 给补充起来是吗 对啊 那今天给大家做一道 什么样的月子菜呢 银鱼炒蛋 银鱼炒蛋 银鱼是一种鱼类珍品 营养丰富 有水中软白金 鱼身之美称 堪称鲜河之首 银鱼富含钙质 而且高蛋白 低脂肪 没有鱼刺 产后虚弱的妈妈 吃起来很是方便 尤其适合 体质虚弱 营养不良 消化不良 高脂肪 脾胃虚弱 有肺虚咳嗽 虚牢等症状的产妇食用 首先将泡好的银鱼洗净 放入葱段 菜椒末 和一个鸡蛋 搅拌均匀 记住无需加水 加一点生抽即可 接着热锅热油 把拌好的食材 倒入锅中 用锅铲压成成状 再用锅铲 分成小份 带鸡蛋金黄色 就可以起锅了 哇 陈姐做出来的菜啊 就是像一道艺术品一样 摆成又好 又营养丰富 来我赶紧尝一尝 这个银鱼炒蛋 咱们是把它做成了像饼状的是不是 就是把这个银鱼裹在蛋里面了 对啊 你看 我还吃到了一丝甜味 这个甜味是来自于哪里 甜椒 那个辣椒它维生素含量非常丰富 所以月子里面也适当的使用 因为在月子期间呢 其实是不易 味道吃得过重 不能太咸 不能太油 那这道菜呢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制作过程当中 油脂少量的放了一点 非常适合月子餐 我最喜欢全姐做菜的一个地方就是 你看 它的摆盘 都是可以吃的 今天这道菜咱们的摆盘是用草莓 草莓 为什么我选择草莓呢 有什么讲究吗 因为草莓是当季的新鲜水果 有益彩素又非常丰富 能够餐后吃又解油一腻 银鱼有润肺止咳 善补脾胃 易肺利水的功效 产服食用后可治疗产后水肿 脾胃虚弱 肺虚咳嗽 银鱼中蛋白质含量为72.1% 氨基酸含量也相当的丰富 营养价值极高 具有补肾增阳 去须活血 健脾润肺等功效 是上等的滋养补品 另外银鱼还含有维生素E 能够抗氧化防癌 延缓衰老 滋润肌肤减少皱纹 这些对产后妈妈们都是很有帮助的 啊 您也早点 哎 我都在我家哭了 我来会去月子站呢 阿老师 不要放 这道菜啊 除了是月子菜之外呢 其实平常大家都是可以吃的 主要它们营养高 而且味道好 别叫 汉味一流 好 休想我们进入广告 广告只有天堂竞在里路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举手之间 厨房烟 帅风进行上 做事这么健康 广告只有竞在继续 欢迎来咖啡 每一个个人 早上都睡不着了一家 一家年度是人家的痛 尤其是分人狼材 还有一家呢 就必须是小草 这种特别下饭 特别开皮 好 今天我们也论过 休息在广告才 我家给大家在后面 来 那边找我 眼泡菜的一个小方法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 它要冷静过 观众朋友 大家好 今天我们今天是在 我们的李强的工作室 今天我们要做的这道菜 首先告诉大家 非常的开胃下饭 对 泡菜心炒鸭子 你像他这个泡菜 很多人我们应该会说 觉得很难做 都是在为买这个现成的 但是李强今天告诉你 这个难不难做 这个不难做 你会做的话 就是不难做 不会做的话很难 还有外面买的这个 泡的这个菜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它的压销酸原材料 就是不放心 对 所以我们用的这个 新鲜的这个广东菜心 或者是用芥菜 或者是用芥兰 或者是用厚实的菜 都可以做 我们先来看看 咱们这道泡菜心 炒这鸭蒸 需要哪些原材料呢 泡菜心炒鸭蒸 需要的原材料有 鸭蒸 泡菜 大蒜子 红辣椒 原材料我们都已经看了 我们目前看到的 这个泡菜心的状态呢 是已经腌制好了的 我们现在请李强来 跟大家来说一下 这个腌制的这个步骤 这个是广东菜心 也是青菜心 都可以 然后这个是腌制好的 这个是没有腌制的 那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个 你把水烧开 烧开以后 把这个洗干净以后 放在一个干净的盆里 烧开水以后 里面加一点 米紧的白醋 大概一斤半的菜心 加50克到60克的白醋 然后烧上三斤半 到四斤左右的水 烧开以后 泡下去 醋跟白菜放一起 水另外烧 烧好 浇过去以后 用个盘子压住 保持膜封好 焖40分钟 它就会呈现这个颜色 这么短的时间 对 然后大家关注一个 刚刚我讲的 没有加任何东西 就是醋 如果加盐的话 当然也可以 但是我是没有加盐 第一可以做到低盐 健康 然后不会对人体 造成更多的负担 而且它这个酸味 一会就有了 所以它这个味道 还是挺好 对 那我们现在这个 既然已经腌好了 第一步是要怎么做 第一步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 它有水分 把水分把它变干一下 还少变干一下 等一下用些 好的菜籽油 好了 现在就开始来制作吧 OK 腌好的泡菜心 积水之后 下入锅中 稍稍变炒 这是为了变干一些 泡菜心的水分 刚才我们的李大厨 在这个泡菜下去之前呢 有一个动作 就是这个积水 对 为什么要把水积掉 这种菜 它主要的目的是 要它脆 对吧 那你水分多了 它就不会脆太水 来保持它 对 它现在锅里呢 什么也没夹 只是把这个泡菜 下锅去煸炒 目的就是要让它水分 再干一点 对 让它前进干 然后香 然后更加脆 泡菜心炒至干爽实 出锅备用 起油锅 下菜籽油 再来一些猪油增香 蒜子下锅爆香 随后是红辣椒 蒜香辣椒香味儿煸出 下入鸭蒸煸炒 鸭蒸炒香后 下入煸好的泡菜心 炒匀 调味下入盐 鸡精 翻炒均匀 之后下入一点薄盐生抽 炒匀 但味道融合 这道下饭好菜 泡菜心炒鸭蒸 就可以出锅了 菜心脆 鸭蒸香 且有嚼劲 喜欢辣一点的朋友 可以把红辣椒 换成小米椒 更加开胃 泡菜心炒鸭蒸 这样就做好了 这道菜真的是非常的酸爽开胃 真的很好吃 那你要做这道菜的话 我都刚刚忘了问你 我们那个鸭蒸呢 可以买现成的吗 可以买现成的 也可以自己卤 自己卤的话的话 就第一个成本低嘛 第二个就更放心 我们可以做的低盐 就是不放盐 直接让它的香味出来 那你觉得做这个 还有什么关键需要注意的 就是泡这个新菜 这个时间啊 醋的含量啊 这个切的不要太小 不要太大 就是均匀一点 让它有这个爽脆的口感 所以它这个挤水 还有边干水分 这一步大家一定要记住 你像我们那个醋的比例什么 我们后期可以自己调一下 对 根据自己对酸的理解嘛 对 就是多做几次 自然就有感觉了 对 这种菜会比较方便 简单 虽然是个水手菜 但是也是内有全功的 也是需要一点这个技巧的 做一个就熟练了 好 非常感谢我们的李强大厨 他今天教大家的泡菜心 炒鸭蒸 大家都学会了吗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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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真的不晓得 但是今天来不做 可是节目 把我们的五分钟吃了 就会当着我们的 也是一扫而过 开始外 马上又重招力 过一份信仪 又要送到哪里过来 大家好 我叫徐伟 希望你们送一道菜 给我弟媳妇吃 大家好 欢迎收看 今天的美食安心地 我是琪琪 咱们今天这道菜呢 在琪琪手上了 据说这道菜 看起来 这个看起来是 很普通 但是尝起来 据说非常非常的美味 那咱们这道菜呢 是小徐姐姐 要送给她的弟媳妇的 他们开了一家 这种就是 代收包裹的地方 在这个里面 我们去找他们 走吧 哈喽 你好 你好 好 我们现在来到了 小徐姐姐这里 来 我们先把我们 热气腾腾的菜 送给 送给你的弟媳妇 这是弟媳妇是不是 对对对 小姐贵心 不是应该 看着您还穿着工作服 就知道肯定 这个工作是特别忙的 我想问一下 咱们这家 就是代收包裹的 这个店铺 是小徐姐的店 是不是 问一下 你们平时的 这个工作时间 安排是怎么样的 我们呢 从早上八点做 到晚上九点 超过了十二个小时 然后呢 今天怎么会想到 给弟媳妇 送到菜吃呢 她比较辛苦了 然后就给她 送一盘菜给她 弟媳妇是在店里面帮你吗 是的 我看到你这个店铺里面 有这么多个包裹 我想问一下 大概每天可以 接收到多少个包裹 一两千 一两千 那像双十一双十二 这样的大订单的时候呢 两三千 哇塞 那每天要派送多少 就是要给 给人家拿多少个走呢 基本上是 百分之百的出库率吧 百分之百的出库率 所以每天 这个工作量 应该就是 把这些几千个包裹 入库 对不对 入库了之后 再把这几千个包裹 再出库 这个工作量 那你真的 真得多吃一点菜 每天存取包裹量 达到几百个 忙的时候 甚至几千个 许女士和弟媳妇两人 可以说是忙得晕头转向 但是忙碌工作的同时 两人也是 不忘互相关心 上司亲姐妹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人家都说 这个就是 姐姐跟 这个媳妇之间 这种关系是很微妙 那我不想问一下 咱们俩在相处的时候 有没有闹过不开心啊 什么的 有没有 肯定有了 因为做的累啊 做点两句就没事了 那还是就像 自己的亲姐妹一样 对不对 那今天有什么话 想对这么辛苦的 弟媳妇什么 辛苦了 这段时间开这个店 就是一切尽在不言中 大家确实都很辛苦 那我们希望在忙碌工作的同时 我们大家都要注意好身体 好好 亲情是一把鞋背的吉他 越到亲身术 越能够拨动您的心弦 亲情是一挂铜锣 无论何时 都会紧紧攥住对方的手 电视机前的您 有什么样的愿望 希望咱们美式爱心地 替您实现 如果有的话 欢迎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 079188316800 我们尽力替您完成 每个小区的咱铃一山 是最忙的地方 哎呀 英语也有多优劫 是吧 经济周知 无许本无许拉 整个什么幸福 难怪假假 一定要拉个这仔 松的直感和老的幸福 生活中总是能遇上一些人 本事不大 却喜欢到处显摆 就怕别人不知道 疏不知 枪打猪头鸟 做人要低调啊 欢迎收看今天的 小地宝脚牙膏 我是主持人熊柏青 相信很多人 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帮帮看下这手表 手表 几点了 看我这衣服 多漂亮 再看看我这裤子 多好看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吐槽 低调点不好吗 这不 下面这位秀才朋友 喝过几年墨水 到处显摆 结果尴尬了 我和你来个对联比赛 我出上联 你若对不出下联 就说明我比你聪明 你若对出下联 就是我无能 好 请出题 网秀才 大罗也是罗 小罗也是罗 小罗装大罗 两罗成肺罗 秀才也是才 棺材也是才 秀才近棺材 变成烂秀才 你 你说说这是何苦呢 都市人应该谦虚好学 可是有位朋友不服 想出一招妙计 结果又尴尬了 小慧 你知道令尊是什么意思吗 令尊 我不知道呀 这令尊啊 是称呼人家的儿子的 你家有几个令尊呢 我家没有令尊 你家没有令尊呢 千万别伤心 我才有四个令尊 你还要一个去做你家的令尊吧 各位 我的肚子都小疼了 这是什么神仙对话呀 呼呼把自己坑哭了 真是不怕千招会 就怕一招绝啊 我这朋友再也没有到处 显摆自己的知识 所以呀 小朋友以后做人一定要低调 吃精子总会发光的 到处显摆就会让人觉得厌恶 好了 今天的小鸡宝脚丫膏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好 观众们 今天的节目 要给你来到了 在今天的国际节目 我们点本准点准见 给你这款拽风点击 关明不足的体保断嘎 举手之间 从房无业 帽风继承造 就是这么健康 很体保断嘎 就是给我们感兴 我下次 明天再见 拜拜 一说到这个鲜香菇这道菜 大家总会想到 那个粘腌饭上的 香菇会心菜 对 香菇会心菜 但是今天 就是强子做的这道呢 它会有一些 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呢 就是摆盘上面看过去 也更适合咱们的粘腌饭 对 它有内涵 有颜值 这是大家的东西 可以说到这个鲜香菇会心菜